在多次平手之後 港隊以11比8贏了關鍵的第五局 令到他們在第六局可以搶回主動 結果順利贏11比6 以局數4比2投胎俄羅斯的馬斯洛夫和斯文洛夫 港隊現在撞銀衝金 在決賽中會對中央的馬林和陳吉 亞洲電視記者黃文杰報導 香港奧委會會會長霍振庭說 兩個球員為香港奪得回歸之後 首面的奧運獎牌感到驕傲 而李正和高麗澤都說很興奮 張敬智說一下 李正和高麗澤晉級之後 心情相當興奮 他們說幸好最後堅持用頭兩局的戰術 才可以打入決賽 這場球打得很緊張 比想像中還要難打 因為領先想穩一點 想對方失誤 對方反正都輸了又迫殺 當他追到2比2的時候他又想贏了 我們反正都是被追回 又放鬆了心情 後面又贏了 今天我們發揮都算是正常 未算小水平 但可能有些少少保守 第三隊的局 後面都覺得自己可以走出來 開始有點亂 後面都打回正常 教練陳剛華說 很高興憑著四年來的努力 終於達成目標 我們這麼多年的努力 部署了將近四年 打這場球 希望200年回來香港 目標是這場球 希望打入決賽 打得得到球 我們大家都開心 我想對香港人都很開心 他又說 雖然李靖和高麗澤 是明天的決賽處於下風 但他們整體上沒有包覆 相信狀態會比中國隊好 亞洲電視記者將見識報導 行政長官董建華 就祝願打入奧運乒乓球 南雙決賽的兩位球員 能夠奪金 我深惠我們的南雙乒乓球隊 很好 馬宗諾夫是相當冷靜的球員 你和你的脫衣 我和你指揮得好 我們現在最佳的盤頭 就是馬林的成績 就算是碰到 馬林的成績 他應該會更害怕 對馬林的成績 馬林還是害怕 他還會令我感到 不曾經 那些女士 不是自己的 還有男性 他是人的 這個應該是郭哥 他就是中國國 香港特區的歌 也就是中國國歌 他就是預唱 因為他沒有太多 不是太多的玩家 而不是太多的玩家 而是太多的玩家 四個人之中就得馬 林一個口碼… 其他三個都不口碼 豈有此理回來打氣 各球都不去唱 真的 今天冰金國的場館也擠滿了 很多中國人在香港隊和中國隊 如何在歷史時刻拿這個獎牌 所以也不符合了 自己也有剩下的表演 那兩個至少落後悉一點 自己也有剩下的表演 你冠軍,我冠軍也是加健 有甚麼問題,對吧?沒問題 當然,我們這兩個冠軍也是很友善 有些什麼? 雖然在球場上面就是敵對的 但球場下面大家猜 這個最緊張的 充分發揮到這個奧運精神 所以我不知道他們可以找到 好了,那這六位得獎者 也在場接受這個群眾的歡呼 其實在另一邊廂 已經有大量記者在等著 由香港的高麗澤和San-san 對,他們都做得很好 很棒 當然是,香港來說 可以說是有歷史 而香港是參加的 特區參加的 沒錯 現在是第一次獎牌 也有很多在場的球迷 想跟這個得獎者 索取這個紀念品 那個粗花 對 連頭的單季葉都不給他 真是 實際上 中國的球迷 都很支持 中國隊和香港隊 今次在雅典的比賽 事實上去到 每一個場館 你都會見到 有些中國華人 都在支持 香港隊和中國隊 比賽的過程 華人 可以說是有些人 對 所以他們很遠 都不喜歡 中國 因為中國是自己的 所以有些人 叫中國 尤其是那些 以前出台的華人 就叫中國做唐三 他很多時候都面向中國 是 這樣表示 還有一件事 就是有些老人家 就好 譬如他百年歸離之後 都要回到香港 去香港 中國樂壯 好,我們不要說了 接下來的一場 這是一個 75公斤級別的拳賽 這是阿密阿里卡爾的 拳賽 對於 恐慌的巴基斯坦 是卡因 對著這個 黑 的 那是 很厲害 很厲害 兩周 入水 哇,很漂亮 她已經完成了 她的一半 她就開始了 她的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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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度分是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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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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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同样一样 向内缩体 一周围 因为恰恰彭正明 引一支拳雷达 4比3领先了意大利 万万没想到在决筑上 意大利的一个两分拳的一打 K出了大逆转 最后以5比4 弃走了中华队 也让许多球迷心碎不已 那么当然这场比赛 中华队刚刚以一分之差 败给了意大利 真的是万万没想到 因为之前意大利 在每一场比赛都输 这次却打赢了中华队 让球迷无法接受 那么暂时挥别了 这痛苦的过去 我们所要面对的 就是将来的超级强敌 日本队还有十类 也不错的荷兰队 那么中华队该怎么样布阵 该怎么样派出投手 还有打击局呢 继续 我们来深入了解 中澳大战获胜的大功臣 王健明上场七局 投出了84球 其中61个好球 23个坏球 只被集出三支安打 没有四坏球保送 控球精准稳健 如果王健明先发抗日或抗和 利用变速球和大幅度驱球 搭配时速平均150 最快157公里的快速球 以及滑球等球路 中华队将更有机会 18.145公里的快速 很难 你听说教练 我给胡桃正乖 对啊 这里就是第七局 中国派出的选手就是王凯斌 对面就是汤坚乙 中国领先就是三剑 花剑的特分形式很简单 见到就是剑击手上面 穿了一件就是金属衣 你只要刺中那件金属衣 即是换言之是驱赶的部分 手不低、脚不低 就可以得根了 在防守来说 他们主要有八个剑式 是做防守的 另外进攻就比较简单 一个就是直手的刺剑 另一个就是上步的刺剑 基本上就是这个 画面的右边就是黄海斌 这件就很清脆了 在花剑来说 如果两个剑手同时刺中对方 就会有攻击权限的 看看哪一个就是先直剑 还有先上步就是何果分的 刚才得分的就是美国的选手 就是汤坚耳 现在打到就是第七局 中国队暂时领先33比31 看看哪一队先到35分 或者就是这一局时间结束 就会完成第七局了 最后看看哪一队先取45分就为之赢了 中国队先逼他们去后面的防守区 变成了汤坚耳就没有位置走 这一刻汤坚耳不愧就很厉害了 他曾经就在石阮标赛 也都拿到第三名的位置 在个人花剑的项目 他先将王海斌之剑撥开 然后上一个就是上步的刺剑 这两场比赛同时进行 因为在蓝色的地方也有另一场比赛进行 对啊 两场比赛同时进行 看看哪一个可以进入就是决赛 右边就是中国的王海斌 暂时来说王海斌就发挥不太理想 没有多次主动出招 都被汤坚耳看到的流动 这一剑我们看到王海斌就很厉害了 从防守当中趁对方的空位刺中对方 第七局 王海斌这局就拿到五分 对面的汤坚耳拿到四分 总成绩就是35比32 汤坚耳拿到七剑 现在打到第八局 今年30岁的王海斌 2000年色灵奥运会上 他就和队友拿到 男子花剑拳体的亚军 在02年的釜山亚军会上 他先后战胜了韩国的名将 胜利奥运冠军 金永浩和韩国选手 金湘芬 现在打到第八局 中国派的选手就是 董兆志 画面的右方 左边就是美国选手 杜贝尔 比赛时间是三分钟 中间见到一个九分之八的意思 就是九局里面 是打到第八局 杜贝尔在前三局 他分别是对王海斌 是拿到四剑 另外对着另一个中国选手 就是吴汉雄 也拿到四剑 两局来说他也是输的 裁判在中间是示意 就是重新站个位置 再来一个 中间就会停 太好了 这剑相当漂亮 董兆志 首先就是用剑身的部分 撥开剑尖 然后再次进去 比赛时间还有2分41秒 完成这局之后 双方还有一局比赛 成绩暂时是36、32 刚才董兆志是拿到一剑 说起杜贝尔 我们看到他的资料 挺有趣的 很多时候这些迷信 他说早几年前 有人送了一对帽子给他 那些帽子他一直穿 都是他的幸运袖子 穿着穿着 又穿洞又等等 已经很难了 但他现在比赛时 仍然都穿着这些帽子 但不是当是帽子穿着 就是穿着 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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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有时候 选手会迷信 甚至他用了一把剑 尽量不替换 虽然说规计上 他要预备两把后臂的剑 这里跌了出去比赛区外面 所以裁判叫他上来 给他一个王牌 因为你不能够随意 走出去比赛区外面 或者用身体撞到对方 三十岁的董兆志 跟王海斌、叶聪 被人称为 中国男子花剑的三剑客 这个就是董兆志 他有五尺十寸 今年已经是三十一岁 本来就解散了 后来再重召他 因为他上一届打得好 由他领军之下 再组织一致 就是男子花剑的团体队伍 比数是37比32 这一局最多是打到40分 就要完成 要打第九局 看来董兆志的步伐相当快 这一刻他在旁边刺进中间 画面右方 董兆志 好棒 又一剑 但就算你在局数领先很多 都未能肯定胜出 因为最后一局 对方可以连追很多剑 五分之后 已经到40分了 即是已完成了 就是第八局的比赛 中国暂时以40分数领先 对方一剑都拿不到 單單在第八局,董兆志有五次刺中對方 而杜佩爾是一劍也刺不中董兆志 台灣中國隊在二千年式年運會的 男子花劍團體獲得牙棍 看看這次能否贏意大利 更上一層樓,獲得金牌 最後一局,美國隊派出的是基爾拿 中國隊派出的就是王海斌 美國隊很有趣,每一個隊員都有迷信的信念 基爾拿方面,他十年前就開始穿一件T恤 這件T恤每一次打比賽的時候 第一回合的賽事,他都會穿著 我猜他現在身上未必穿著T恤 這不是第一回合的 基爾拿的時間是兩分多 但現在中國隊領先很多拳 贏面就很高 千萬不要貿然進攻 給對方,基爾拿有機會反敗為勝 王海斌在上屆的斯里奧運會 亦為中國隊奪得這個男子團體花劍的銀牌 他是成員之一 這個項目,傳統來說中國 也有一個好的成績支持 已經打到最後一局了 劍擊分為三個不同的項目 包括有花劍、配劍和軍刀 這個花劍、重劍和軍刀 重劍同樣用這種方式 用劍尖刺中對方身體 任何部分都會得分 但花劍只能夠刺中 有金屬衣,即驅降的部分 上身 好了,王海斌輕輕地向後退 這一下大家都沒有分 但需要在王海斌那邊 就是開始繼續比賽 變成他就不成功了 其實帶回王海斌 入了大學之後 為了實現奧運的金牌夢 就一直沒有中斷過訓練 2002年就復出參加全國冠軍賽 在那裡獲得冠軍 因為已經打到最後一局 暫時美國隊落後有10劍 34比44 現在中國隊只要獲得一劍 就可以埋局了 王海斌 王海斌在以往的比賽中 被人最讚賞的 就是上部刺劍的招數 他是很快的 而且看得很準 好了 最後的劍是王海斌得到的 總成績以45比35 就擊敗了美國 率先進入這個 男子花店團體賽的決賽 再同伴動作 看一看 看到王海斌 把握到對方的空檔 做一個上部的刺劍 校長 擁有至少 現場 雅 項 翌 中 中國 中 中 优出了写好的 但科丽和莉恋都年许 neutron 而且会冠失去中把5-11-8 也只是太多了在机会 Deciding凶 Chan Qi和马lín一会判复了 然后在打出了10-5的作出 的资约 中间香港凡是负好 优优优独播剧场—— It was an evening to remember, as nobody wanted to miss the historic moment that Hong Kong won its first Olympic medal since returning to Chinese rule. And there was the added drama that Hong Kong was competing for gold against its sovereign country, China. The parents and families of the Hong Kong table tennis players, who have almost become celebrities themselves, were watching the game in Zhuhai and Foshan in the mainland. They said they were proud of Ko Lai Chak and Li Qing's achievements, despite their second finish. Chief Executive Tung Chi Wao was quick to congratulate the Hong Kong team's achievements. He said their performance was the best demonstration of the Hong Kong spirit. And Home Affairs Secretary Patrick Ho said he's proud of the pairs of What's happening in Athens is giving Who defeated another Chinese pair to claim Who is weak to gain a weapon? Tony Zengeng is giving Who is Vampreme A person who is Aku Zeng.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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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作比較優勢 大家可以看到兩條腿比較漂亮 在運動員當中 在這麼多運動員當中 你會看到那條腿特別漂亮 話說解釋給觀眾聽 一共有四個動作 他們的總難度係數規定是規定了 他們只是規定動作的難度 沒錯 難度係數四個加起來 不能夠超過7.6 所以要求動作是很簡單的 因為有很多運動員 要照顧對的動作 基本上都是跳得一樣的動作 沒錯 而這個積分將會帶入決賽 會影響他們的成績 是的 這個規定動作很重要 他又計算預賽又計算決賽 運動員現在做的是倒立的動作 通常女子很少用這些動作 只不過他可能有一個動作不適合他 難度係數不適合他 所以他要跳的動作 夠適合他難度 跳得不錯 水花壓得不錯 雖然他的人比較矮一些 比較闊一些 但水花掌握得不錯 水花壓得不錯 大家看到這位澳洲選手紐比利 他是27歲的 只有1米5 3而已 正如譚Sir說就比較矮小 而且運動員在跳這些動作 被立動作往往容易失手 因為女子不太穩 而且要求運動員必須要3秒以上 才能夠做下去 否則要扣分 接著是墨西哥的選手 艾沙奧沙 跳是向來返萊一周半 跟李廷跳是一樣的 難度係數2.0 都跳得不錯 現在 在世界上的鴨水花技術 每個國家都掌握得不錯 這個起跳也比較有力 大家看到了 鮮跳很值得很漂亮 他在下水之前 譚盧德有沒有做一些推肩 還是不用做推肩的動作 就是在台中就要做 他倒下來稍微伸一點肩 就是最好的 少許而已 顯得有一點點騰空感 而且下水裡面 一定要伸一下肩 就是變得值得這樣 他的得分很高 是屬於最好的級別 9.0麥以上 接著是澳洲的選手 柳比利 跳過5、2、3、1 向後轉體半周 翻騰一周半 跳得非常漂亮 這個動作 起跳有力 空中的轉體 交代得很清楚 跳水不升 這個就是我們的 跌金的法寶 沒錯 較早前 雙人跳水已經取得了金牌 這個雖然水翻壓得非常漂亮 但我看到起跳 稍微急了 還是稍微急了一點 未完全燈起身 層空感不夠 而且在入水方面 稍微過了一點 超過了入水的90度 這位來自站剛的盧禮師 現在已經代著一面 金牌落袋 其實看回 他八歲開始 已經學習跳水 當時 他 拿到基本重量 他第一舉竟然失敗 幸好 這舉他成功 變成爪舉 有了基本成績 一百二十二點五公斤 但是浪費了一次的試舉 唐公雄本身 他在這個舉重的級別 應該可以舉重過這個重量 但是一段時間 就決定了 變成狀態不太好 他挺舉方面又很特別 他放在他的肩膀 是放很久的 才舉上去 因為他要把人的力量集中在一點 然後才舉上去 實際上他停得太久 接著他要做一個182.5公斤 第三次立即衝擊 就是新的世界紀錄 為何要舉得這麼重 他舉不起 就連獎牌也沒有了 這裡 大家看看他 右手開了一點 他要挺一挺 把手移回來 旁邊的教練不斷提他 撐住 世界紀錄兼金牌 就是這一舉 舉不起就什麼都沒有了 哎呀 糟糕都頂著 一路轉都要頂著 沒問題的 是 那裁判士可以了 嘟一聲 就是你可以放下降人 三個裁判都說他這一舉是成功的 結果他在這個挺舉 就做到182.5公斤 贏了韓國的選手10公斤 哇 這一舉真是厲害 總成績他險勝2.5公斤而已 結果看到唐公雄 總成績是305公斤 都是拖世紀錄的 贏了韓國的選手 總成績是2.5公斤而已 這個山東姑娘唐公雄 就是這樣拿金牌了 總成績是3.4公斤主張的 總成績是3.5公斤 你今天比赛比得特别艰苦 你赛前有没有这种思想准备 也有过了 但没想发挥到这么时长 在停局比赛中之前 教练怎么给你安排的 教练就说无所谓 抓局虽然输了 但停局可以拼回来 因为停局是我的强项 就是说抓局就和他们 就算是和他们一样多 就停局赢他们就可以了 完了以后他就给我 给我一点一点的解压 完了以后就叫我一把一把的举 最后还是拼起来了 最后一把举那个182.5的时候 当时那个上队的时候 有没有信心把它举起来 有信心 为什么呢 因为我想182起来就冠军 起不来就第二 我要尽我自己最大努力去拼他 你觉得今天张美兰对你的威胁大吗 还可以吧 今天赢了冠军 你想不想跟你的家乡家里人说点什么 他们刚才肯定都看你比赛了 我想跟他们说 他们对我的期望没有 我没有辜负他们 今天终于实现了 这四年内你可以说一下 你为了奥运金牌梦想 你做出了个人牺牲吗 这四年当中不光是我的牺牲 连我的教练 马导 他一直就是从2001年 九云会完了一直带我 他虽然就是说带我时间比较短 但为了奥运会他给我付出特别多 为了我放假 他也没有回家 一直把我们自己山东的留下 让我们的小队员陪我们训练 就是他的家人病了 他也没有回去 一直就是为了这个奥运金牌 是 是 刚才唐公雄说到 他自己对挺举这个项目 很有信心 是他的强项 当记者也问到 他拿到冠军时有什么感觉 他说他没有辜负家人对他的期望 至于他自己有什么牺牲了 他说到 不单是自己 而在教练方面也有牺牲 因为教练一直伴随着他 来跟他们一起训练 可以说